第十八季 第十四季 我們可能要加一塊板 否則現在記不出來 十三季 十三季 聽說應該是挺期待的 好像你也認識的 Battle's Glade Man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有看特色 電光超人 以前只會叫電光超人 現在就有個名字叫古納特 古納特 古納特 人們叫古里道明 現在後面就有一二季的新版本動畫 其實我起初不接受 但因為我的關係都嘗試去看 看完之後 雖然我依然覺得不好看 但它打起來是很精彩的 就是撞鬼 第一季我嘗試了兩次去看 兩次都看了兩三集之後 我就棄了劇 我一邊看 最初一邊叫悶 我頭幾集叫悶 到我發現原來新條士是製造 其中一個粉紅色頭髮的女生是製造怪獸的世界 我知道 那時候我就覺得 OK 然後覺得新條士很棒 然後我就有心機看了 我再嘗試看 重新再看 我知道你說什麼 我也有看到那裏 是的 但是有些男生幫他 是的 是的 他是那個世界裏面的神 就是那個世界是他的 然後他進來這個世界逃避 他是做所有他喜歡做的事 我喜歡他整個屋都是怪獸 他整個屋都是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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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好像是那些隔壁 整個屋都是 我真的有看的 不過我是看了幾集 但是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是比較差一點的 去到聖劫 即Saber或者其他幫手出來之後 是比較厚一點的 或者是去到第六集 他一集是去了那些山那裏 去野外去玩的 有泳衣的那一集 那集開始我也是有看的 還有由安期出來 即是第二季裏面的Naito 即Gurlator Naito 出來之後 我覺得是比較好看的 OK 開頭要捱 好 我不能捱 好差勁 拿出來了 那這個就是 哎呀 先用這支Cutter 這個就是 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這個就是 Ricky可能要 你砌了 這個是舊的產品 就是之前出的 就是之前出的 這個產品 就應該是一卡 我早上是 一格貨櫃 就是用來 配合之前出的那個Conway 就是我上次帶來了 即將它再延伸 應該是延伸一格 這個就是之前的產品 已經介紹過 就是這個Conway 用來 這個 這個應該是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其中一部分 讓你塗進去 我很喜歡 這個盒 方方正正 整個顏色仔 我經常看到這些 很有那種拆禮品的感覺 即是不像玩具 因為現在的玩具 常是扁身盒 長高身的 因為裡面的東西 都是方方正正 我們都開出來 給觀眾看看 你開的時候 Ricky可以用來 我拆這個產品 當然 我也是今天才到手 都盡量是 粗了一陣子 希望一會兒 不要打 內膽 其實就不算很多東西 說真的 也有點像 剛剛家介紹的那種玩具 因為都是在… 很像 對 裡面就是這麼多東西 好 我拿出來 我嘗試比較快一點 這個 大家可以先看著 我拿其他東西出來 這個是Glade Domain的主體 是新一季… 即是新版本… 之前沒有出過版本… 即是動畫版的Glade Domain的設定 但一二季是不同的 跟第二季是沒有出場的 因為第二季是出Nidol的 因為第一季有個敵人 敵人就會不斷地 copy別人的招式 他copy到後面 連自己都copy 變了另一隻Glade Domain 所以去到第二季 基本上就只有那一隻 這個版本的Glade Domain 就沒有出來 因為他拯救完世界 之後就離開了世界 但反而是Nidol就留在那裡 繼續保護那裡 類似是 他們就游走不同的世界 即是類似一些… 我想由以前 特設版的電腦世界 變成一些內心世界 他是游走一些內心世界 去拯救那個世界裡面的人 Ricky可以嘗試測過盡 這次這個人仔 嘩… 這麼有趣 這個人仔 嘩… 是透明紅的 這條褲是透明黑的 對了 如果你是人仔熊 喜歡儲了這麼多顏色 這次就走不掉了 因為透明紅的 是挺有趣的 兩本很精美的說明書 一本就是教你砌 一本就是有… 或者… 一人騷擾一本 我這本就是… 我這本就是彩圖 因為Dagron一向都是 一本就是教你砌 一本就是彩圖 一本就是彩圖 兼有… 輕小說的 有輕量冊圖 還有旅角旁邊的裝甲服 遲些都會出的 我先嘗試避開反光 裡面的裝甲服 也是會出的 跟著這個裝甲服 就會是一個 Dagron人仔無醬的 聖美插圖 日文就不懂得看 但它的插圖 真的很精美 是的 它是大張風的動畫 都秉承了Dagron的傳統 用插圖和故事去吸引你買一個 本身是沒有拉繩的 即是一個原創的玩具系列 雖然這次不是 這次是Creamlin 好 另外那本就是黑白的一貫 說明書 說什麼都記得看說明書 但以我所知 Dagron是自由的 今次這隻 就不是很自由的 今次這隻自由度有限 說真的 我一邊組裝就一邊說 我這次組裝的感覺 首先 不如這樣 Ricky可不可以嘗試 客家可以展示 Gridman的可動性 這次組裝在旁邊 先組裝了一隻飛機 大家看到了 我先組裝了一隻飛機 好 這時候就看看主體的可動性 它這個很有趣 就是秉承了Dagron 或者是變形感光的傳統 你看到它的眼睛 是有燈的 為什麼有燈呢 因為頭頂這裡 是有兩個導光件 如果你有光的話 它就會在這裡 啟燈 不知道夠不夠勁呢 不夠勁 我又給它一些增加 你看它的眼睛 多麼精神 真的很像燈一樣 但這個有點像太陽能電筒的道理 就是你首先要用燈 照著它這個燈 那時候就不是的 它不是的 我覺得是OK的 塞光也有的 是不用用燈的 我是誇張了 沒有那麼衰的 我覺得是OK的 那我們去看看頭部的可動性 搞一下GED 沒有那麼悶 大家去看節目 都是尋開心的 轉頭 扔頭 都OK的 其實它主體的環 那我們去看看腰的可動 它的手感很有趣 很實正 可能因為兼顧到 待會要揹著大撈東西 它就很實正 也很腰很腎 腰的左右轉就比較微弱 可能是沒有左右轉的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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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 那它只有上空 但剛剛它兩邊挖得比較近 可能要轉到這邊 喔這邊便有 是有的 所以是水平轉 那一點前後轉 那轉側了之後 就可以做一些側轉 水平轉了之後就可以做一些側轉 那就是手倍可動 肩膀和手是可以分開活動的 肩膀就在這裡定位,手就在下面避空走 向前抬,抬手是360,一般的360 接著接手,手臂的水平轉在競爭位置 手感也是很實性的,拳頭的可動,轉動 來到這裡,腳的可動,抬腳 放一枝馬 抬腳後,向外轉腳,向外轉腳就會被這個位置所頂 我不知道是否故意留了一些筆,在合體的時候 我剛才跟Walker討教過 因為它合體的時候,外面還要有格 它是故意做一些限位,令它不要說合體之後 有機會撞掉其他件 其實我自己摸了一會兒,我覺得它這個本體 可動性是比預期弱的,以現代我們習慣的玩具 這麼素體來說 但是你玩了它,最終結合了之後 我就覺得它沒有給你多 因為你都可以預計到,你結合了這套裝甲之後 它的可動性是會有限的 它是會因為那個裝甲 我玩下去,一度裝陷大家會知道為什麼我這樣說 就是你從來都沒有,你就不會遐想它 對,它就沒有給你多 就不會說因為它本身是動動性多 但是裝了一套甲之後,就會減低了可動性 它本身的可動性就限制了 你結合了之後可以動多少 它這個本體就可以裝多少 還有,我會覺得有一點是什麼 因為它這個主體不算很大 你想想拳頭在這裏 其實它都是差不多的尺寸 我想6吋味道 小過Figma少少 6吋味道 所以它在關節的位置 你會看到 因為它一會兒要揹比較重的東西 它用了一個比較大的空間來做關節 令到它的強度高一些 亦都是跟它的可動受限會有少許影響的原因 好,可動性方面講完了 是嗎? 差不多了 好,我就裝陷了一個飛機 跟著這個說明書教的方法 其他當中的機密我暫時就不講 待會揭入的時候才講 其實它的機型挺漂亮的 其實它叫做做一個可以大家接受的 流線型的機型 我動起給大家看看 它是像一架飛機的 也不小價 它如果對比本體的話 比例上是這樣的 其實腳底下面是有一個洞 你可以做這個G戰機的形態 也是挺實質的 插一隻腳都足夠的 應該 插一隻腳 你可以再擺一些功夫姿勢 哇 已經 是 是 是威是小 先說一些比較漂亮的影響詞 這令我想起它第二季最後一集 踩著一條龍 然後一起放死光的那一幕 另外呢 隱藏了一把兵器 在這裡 它這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剛剛我們介紹千千年的時候 我說 它這隻就是不和千千年那個 這個是可動手指插著它的 可動手指嗎 四隻一起動手指插著 那 我就覺得一般的 就是插著不算很實 OK 這樣 OK 這樣 OK 這樣 可以增加一點點 這個是一個 其中一個形態 我挺喜歡它的劍有個戒式 它的戒式 而且它是剛剛好一個 一個戒式 那個戒式位置是配了它的套外面 這個套的時候 其實那把劍還有乾坤的 我先給大家看這個型 然後其實這把劍 是可以 先拆出來 這個 就是一個 未至於 它是一個盾 它的原設定都是這樣的 可以變成斧頭銅盾 我不知道 可以變成斧頭銅盾 這個是 這樣 Classic它本身的設定 就是特殊的那個年代 就是特殊的那個年代 等等 等一下 它這個手指是比較 但是它又沒有說 有些筍位插一插 沒有 那就要插 對了 這樣 這樣 我把它插上去 這樣好像打 螢蟹 那樣 真的 是 謝謝 謝謝 好了 接下來 它這個說明書 挺有趣的 因為它首先 教你怎樣把盔甲拆件 然後逐一逐一套在身上 但是其實 接下來它會幫你 其實是可以 將飛機和 這個主體是Greepman 對 可以和Greepman合體 然後 所有裝甲 好像宇宙騎士一樣 這樣 包進去 包進去 需要少許技巧 好像 Ironman 穿衣服的時候 對 沒錯 你又可以玩 那種情境 所以 首先 你要把Greepman 站好一點 留意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竅門 就是 看一下 你結合的時候 前臂的內側要向前 即是有銀藍色的位置 要向前 就比較容易一些 而且手掌 就要是手心向前 我覺得這樣比較容易 但是是否真的 說明書有沒有這樣說 我就不太肯定 但是我覺得這樣比較容易 好 首先這個型態 接著是戰機 首先要先拆掉 先把控制室 控制室 就是這樣 拆掉 先拆掉 然後 放在這裏 好 接著 就有些考功夫 首先 這個是腰帶 有點像勇者王 真的挺像 對 對 每樣都比較像 天下文章的大抄 好了 準備了大概是這個型態 對 對 就準備 好了 需要一點點難度 尤其是我這些 又老花又成的人 好了 拳骨幫我跟一跟 盡量跟著 首先 背部有個插位 另外 那個 尾龍骨那裏 也有個插位 就是插底褲 即是背包和底褲 其實那個不是什麼背包 而是那個 其實是一個頭盔 你還說 怎麼失笑 變形是這樣的 是啊 它可以拆散上去 也可以從飛機移進去 你可以拆散上去 嚇死我 是的 但是它的說明書很搞笑 它是先教你拆散 然後才告訴你 你可以完隻 你是可以 你是拆散完 合完之後 就看下一頁 發覺可以完隻 即是你再拆散 再變回飛機 但是就是說 高敵案 就是 這個不是初心者 這個是進階 你首先要嘗試一次合體 好再來這個 這個是簡易法 現在這個不是簡易法 這個不是嗎 不是 簡易法是逐件拆上去 逐件陷上去 不是 這個是需要少少難度 這個對位應該都辛苦 是的 它相對來說 其實我覺得是做得不錯 我覺得 就是容易的 因為這些位是fit 是的 它就是這樣套進去 它就是這樣套進去 腳尖有沒有說要向下 向下一點 向下一點 我看到剛剛 它基本上會自動向下 但是有些東西可以頂到它 是的 因為它有個 它有個位置托著 就是你稍微 上去的時候 稍微按一下 它已經在角度是對的 噢 這樣就關上去 那你見到我其實 所有東西都不算太難搞的 那麼 這裡 有一個這樣的 拍上去 這個也不是完全是裝飾的 因為它會鞏固了你膝蓋的關節 這個很熟口面 強化外骨落 是的 少少的 很熟口面 要 莫斯比達 是嗎 有一個東西也是這樣的 即是在小腿上扮上來 是的 好了 我忘記了 入了沒有 差一點 不好意思 因為 我們現在這個角度其實是背光的 這樣 其實這些位置都是相對易的 還有一個頭 拉下來 嘩 合得這麼輕鬆的頭 其實所有東西都 因為它這個東西是挺簡單的 我覺得 它這個頭我經常都覺得 上面那個Mohawk 的頂 會很卡 但是它又很輕鬆 它帶上是輕鬆的 但是脫的時候 就要先脫頂先 就會容易脫 即是你首先揭起頭頂先 才拆就會輕鬆一點 即是脫也有技巧 脫也有少許技巧 帶就容易的 好了 最困難的就是前臂和肩膀 我剛剛試過幾次 一時可以一時不行 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對 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其實還沒裝之前就是這樣 這個概念 就是前臂可以套上去 肩膀又帶上去 這個是勇者王合體 是的 其實如果你做到 就頗有滿足感 我覺得它這個位置 其實是有一條坑的 看不看到嗎 不好意思 我可能動得太緊要 Ricky難跟一點 其實這個位置是有一條坑 即是你可以這樣移前 就帶上去 這個也是有一條坑 你看到都是那些鎖位 即是你移到最尾的時候 就會脫出來了 那這裏呢 好了 那 記住 總之記住 我剛剛說的 內前臂 你呢 就向前 才套得正確的角度 都不算太 太太 可以嗎 有沒有頂住 好 算是這樣 這樣就脫了 另外一手 這個挺有心機的 其實這個 所以 我剛開始玩這個玩具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本體 是不算很有驚喜的 但是以一個玩具來說 玩這個 好像動畫那樣 穿上裝甲的系統 就很過人了 而且他的手套進去 一邊捐上去的時候 他會在裏面 頂上拳頭出來 是的 他是很有那種超級 不是 應該是真的勇者王那種 就是這樣 就是突然 對 勇者王是拳頭轉出來 對 不好意思 我怕大家看到眼睛都花了 但是真是 比較難 這個也是這樣擠下去的 對 這個也是擠下去的 那他卡的位置 是有個筍 卡的位置 是有個小小筍 就是插在一個 紅色肩甲那裡 就是本身Greedman的肩甲 這裡有個 比較小粒的筍 你會聽到啪聲 你頂到最盡頭的時候 等一下 這邊有些裝甲 他想這個真的很有心機 我頂住什麼 我頂住什麼 那算了 我拆出來 其實整體上 如果不是我 你聽到那個 啪聲聲 就已經結束了 嘩 挺有感覺 是的 這個是挺有趣的 那 其實 然後 腳掛孔 你鬆回 鬆回 其實這裡好像有一個系統 就是 這裡有一個按鈕 你按 這裡是會頂住 那個東西出來的 但是我就覺得不太弱 因為你要很大力 而且這個尖 你手指會很痛 所以 其實你用手掛也行 那 把這個東西 托上去 等等 對不起 把這個東西托上去 這個就是炮 下次我們是Gundam 那隻 Striker 是的 小的Striker 好的 那這個Greedman 就合體完成了 對 再弱的形態 你喜歡它X 也可以 你喜歡它做這樣 也可以 好帥 是的 其實我覺得好玩在 你知道有些玩具 你玩完變形合體之後 你玩一次 你不想再玩 這個就是你變形完一次之後 你想再次變形 又再次變形 是的 因為它有這個好像很動畫重現 雖然它這個是原裝的 就是它一個自己的設計 但是它有那種動畫合體的感覺 就是好玩就好玩 就是這個合體 我自己挺喜歡它這個款式 就是Darkon本身自己原創的設計 因為其實去到動畫版本 它本身合出來的Thunder Gritman 我覺得是一般的 它這個就是 主體就是動畫版 但是其實它這套夾的設計 我覺得Inspire 是那個特殊版本的第一套夾 就是Thunder那個 你覺得是比較 因為它特別是胸口這個 或者是腳 或者是配色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像它最原版的特殊版 我自己覺得 五計價錢 如果你是這一個 這一個角色的粉絲 之前出過這麼多個玩具 我沒有買 Super Mini Pla出過 Good Smile出過 我覺得這個就是 今次是真的可以很 你玩到一個順暢的變形 就是一個變形合體 就不會散修修 這個真是一件 合格的、似仰的玩具 這件是貴的 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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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貴的 那次的Super Mini Pla都不吃 你可以這樣說 問題就是 你如果比較同類型產品 因為 Good Smile也是很貴的 Good Smile也是很貴的 Good Smile也是很貴的 但是Good Smile是垃圾的 出得 那Super Mini Pla 你拼得漂亮就漂亮 就是這樣說 但是你最後一隻 是真的可以給你玩的 Gripman 而是真的合體的 我這些窮人還在玩 以前的Ultra Egg 那四隻的版本 一直都沒有太心動的 其他Gripman的產品 但是這隻是 OK的 合體是會一玩再玩的 另外當然它是 所謂它是Diacon 所以 它可以和之前那些產品 一點點混合來玩 譬如背包 你可以找其他Diacon的背包 合上去 但是它的顏色很合適 也可以的 是啊 這個很差 我暫時找不到很大的共用性 但是我知道坊間很多高手 可能可以把這隻Gripman 和之前的大日窮產品 玩得出神入化 我以為我是剛剛才知道 好了 給人圈了 還有這麼多東西想展示 就是這架飛機 和這架飛機 是可以合體的 這個大家都猜到的了 那個合體位在哪裏 死了 應該 先看 你一圈我便 哈哈 一圈我便忘記了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是 它合上去 對 可以變成一架戰機 也可以 炮在上面 是的 挺漂亮 就是有一個裝甲機械人 加一架戰機 但是它本身合在身上 那個戰機就是獨立的 是的 而且它的戰機也有一個技術 可以縮小 如果你喜歡再拼其他東西上去 它也是有一個機頭 它翼都可以拆開 我相信那些大工高手 可以拆其他翼 可以拆到很多東西出來 拆大翼出來 是的 算了 這個今晚就不說了 因為大家都猜到是甚麼 只是之前的產品 多 是基地的多一格 不是甚麼新東西 今晚我們時間緊迫 而有更加精彩的東西 所以這一段先講到這麼多 還有這個主體是有金屬式版的 是嗎 是嗎 只是主體 是的 只是主體是五塊多 而且是漂亮很多 你是忍不住會想買 好慘 好 還有裝甲服 好了 稍後見 還有一個模型 一個模型 好的